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 接受中央電視台旗下環球電視網訪問時 反駁外界說新型冠狀病毒 是從研究所洩漏的說法 是無中生有 疫情爆發以來 武漢病毒研究所多次被指製造 或者外洩新型冠狀病毒 所尊黃妍蝶強調 是在去年12月底 才首次接觸到當時仍被視為 不明原因肺炎的臨床樣本 這個作法完全是無中生有的 在這之前 我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研究過或者保存過這種病毒的 實際上我們也和大家一樣 都不知道這種病毒的存在 所以你都沒有的東西 你怎麼去泄露它呢 截然雜誌前年4月 和今年2月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 發現一種來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 它解釋很多冠狀病毒被發現的時候 都被稱為新型的冠狀病毒 研究團隊在04年開始 已經圍繞SARS溯源研究冠狀病毒 應該我們目前一共有三株 但是這三株病毒和SARS的相似性 最高的有96% 但是和新冠病毒的相似性 最高的都不超過79.8% 它指出目前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 病毒是來自某一種野生動物 至於哪些野生動物攜帶的病毒 和新型冠狀病毒有較高的相似度 目前未有明確答案 病毒溯源問題需要全球科學家共同合作 用科學的數據和事實判斷 無線電視機長曹家榮報導 總統 總統